《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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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过三个地方叫戒、定、慧 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佛法的智慧它就是包含三学 三学就是佛学就成戒、定、慧、三学 叫戒、定、慧、慧、慧 戒律就是你知道 出家人守的 比方有250多桥戒律 比丘牛五百多桥 就要受戒 受戒呢 它是所有的戒律 就是说这个可以做 那个不可以做 有基本武戒 有沙盗一望九是戒的 为什么不做呢 因为这些事情 你不做呢 可以能够帮助你正道 因为好多事情 会导致我们很散乱 其欲望很重 或者是让我们轮回在六道 就是造很多业力 然后这些业力 不利于我们成道 不利于我们解脱 从时空中解脱 所以所有的戒律 就像学校的规章制度一样 就像你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学校会定说 让你不能早退 不能矿课 然后不能早恋等等 其实这些戒律 只是为了你好好学习 佛的戒律 戒学也是这样 让很多弟子 能遵守生团的规章制度 然后呢 能够入定 能够通过这些戒 能收拾内心 不放异 不去玩啊 不放异 不造业等等 戒学 那定学是开启智慧的一个 就是一个中间 就是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跟他谈的一个定 就是佛学的定 分几种 就是说小车又四禅八定 菩萨城又游戏三昧 佛又如来空定 等等 这个可能你不太了解 就是有很多定的状态 这个定呢 就是通过一个静坐啊 冥想啊 去一个修正 行动作画里面 人可以进入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 可以开启一种智慧 在佛学里面 他是认为 每个人本来的智慧是圆满的 就每个人本来是佛 他的智慧本来是圆满的 只是我们在这个时空里 有很多的局限性 有盲区 就是说你只看三围嘛 比如你现在坐在这 你只看前边的这点 后边看不见 是吧 你就不了解 不代表你说是不懂后边 是你看不见 所以不知道你后边坐着谁 是不是 坐着男的女的 你不知道 因为你有盲区 后边是你的盲区 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定呢 就是说 通过能够解脱这个盲区 失控的盲区等等 然后开启我们本来 这个圆满的智慧 就是突破盲区了 打破这个盲区 让你同时能圆绝 如果圆绝以后呢 你把你看到的 听到的 说出来就叫智慧 在佛学里面 就是这样的 就是佛的智慧 不是学来的 它不是一种说 知识面的东西 它是佛 只是把它看到的东西 说出来 比如说它能看十围 二十围 它能看更圆满的角度 而我们只能看了三围 你有局限性 一个盲区 它没有 它在死空里面 没有盲区 没有局限性 所以它能测万法圆 无所不知 这是它的智慧 所以它说出了 就是剥落智慧 所以佛学有三藏十二部 都是它讲给弟子们 它看到的世界 它的人生观 它的价值观 它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那就是佛智慧 所以你看佛 就是看佛的智慧 这叫慧学 就是鉴定第三十 但是你想 佛说出来的智慧 是佛的 不是你的 我们听了说 佛说得挺好 对呀 那你想达到这个佛的智慧 那就要修戒律 修定 这个定是个桥梁 达到他的智慧的一个桥梁 听您这么说 那我就知道 我之前 就理解这个东西 也错了 但是我想知道 我之前理解的东西 我是这么理解 就是戒 就是知道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然后定就是 靠我的自制力 我就持续地去做它 我所谓觉得会就是 不再去靠自制力 我做出来的行为 就是正确的行为 可以这样理解 只是说 你如果成为一个佛弟子 当你受完鉴的时候 当你在大的方面 对鉴定会了解以后 当你说你在修行的过程 也可以这样理解 也可以在小范围内 这样子说 我受了鉴了 那么我知道 什么该做不该做 因为我要成道 所以我知道 什么是对道 成道有利的 什么是没利的 是吧 那么我就约束自己 有些该做 有些不该做 是不是 最后说我有智慧了 那我就已经 这个已经不再 此事件的范畴了 那么什么东西 自然的我就做到了 就没有戒律可言 那我做的每件事 都是正确的 因为你就有如来的智慧了 那你自然会做 做出来事情 是何与道的 怎么做并不重要 就不会有戒的意思 也不会感觉到有戒 好难 也不难 我觉得就连戒都好 如果你想去考大学 你会觉得在学校十年寒窗 去做一个凳子 然后每天四十五分钟 听老师讲课很难吗 如果大家都那样 你也没觉得那么难 其实蛮难的 你知道 四十五分钟坐在那 如如不动 听着老师讲课 不管老师讲成啥样 然后呢 喜欢不喜欢都得听 是不是 然后还被老师骂 然后孩子不能迟到 不能早退 甚至想上厕所也不敢说 还在憋着 你不觉得很难吗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就说 对 我有一个东西来驱动我之后 我就会全力往那儿 但是我会发现说 是有限的 可以散掉 就是说你散掉以后 你可能再回来 是的 再回来嘛 对啊 是啊 秋行也是一样的 很多人刚开始 像成佛嘛 那么见地都是成佛的漏嘛 就像你要去考大学 你要十年排床一样 见地也是一样的 所以会约束自己 所以他会早就早早地起床 然后去打坐 就像你早早起床上自习一样 一样的 但中间也会退他 要不别念了 要不去玩吧 要不逃课吧 肯定也有 但是后来觉得 如果不休息 不存到其他的也没意思的话 他可能又继续下去了 就是就像你说 哎 我不上学 好像出去也没意思 是吧 也这么小 又不能上班 也就又去学校 一样的 其实更多应该还是强烈的想去 哦 至少我觉得至少在 就学习上可能会 对 修行也是一样的 对 修行也是一样的 对 修行也是一样 对 修行也是一样 想 喜欢 嗯 对 修行也是一样的 对 修行也是一样的 对 修行也一样的 对 修行也是一样的